你有想过可以在家看医生吗 特别是这些行动不便的长者 到医院看医生 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卫福部推出这个 居家医疗照护整合计划 只要病人行动不便或者卧床 就可以申请医生到家里来看诊 由医师和护理师 甚至是物理治疗师等等 一同出诊到病人家中 当然一方面 帮民众省去了舟车劳盾 二来还可以把医疗结合居家照护 顺便检视一下 病人的习惯或者是居家 有没有危险物品 让病人远离风险自我照顾 台北内湖这间诊所 医生还在看上午最后一位病人 护理师已经在诊间外 准备出诊的医疗器具 要有披震器 蚊腔 或是抽血的用物 诊所里用得到的医疗用品 几乎都得带出去 好 还在等我 中备上车 关上车门 准备出发 他去年11月 就是腰椎间盘突出 开刀后 下次就走 车上医师和护理师 一起讨论个案病情 每趟出诊不是搭护理师的车 就是坐计程车 以杜惠序而言 这样的车程已经算方便了 那之前的个案很散 散在很多地方 我慢慢把那个个案 就是说在内湖 细持 然后打持这一袋 我觉得这样比较可能 有好的照顾 今天访试的病患 家离诊所车程大约15分钟 并不算太远 不过对于行动不便 或是卧床的患者而言 医生能到府看诊 再方便不过了 阿伯 好久不见 林伯伯因为今年开刀 导致雙下肢肿胀不良于行 尽管家住公寓一楼 但是光要从房间走到客厅 都很吃力 阿伯 你膝现在还会症吗 膝 膝 我很... 我看这个 黑油了 我只会三种 三种我只听不懂 不论是问诊还是凉血压 就像在诊间一样 并且结合居家护理 关心病人的生活起居 对啊 一脚站在那边又站一脚 一脚 两脚要站在那边 站在那边 保护一脚站在那边 训练上去啦 患者不一定到诊间才能复健 居家护理与医疗体系之间的断裂 长期以来都单打独斗 如今透过在宅医疗的桥梁 让病患获得更完善的照顾 要出门看医生有更方便吗 有 有更方便啦 现在感觉要去病 现在不用啦 现在在宅医疗家护理与医疗 我都不用去病了 在宅医疗不是只有偏向的权利 只要像林伯伯一样 居住在家里因为失能或疾病 外出就医不变 以及有明确的医疗需求 满足这三项条件 就能向居家服务机构 或是各县市照管中心提出申请 医师就会道府看诊 一个团队不太一样 像我们团队就是物理师 会先来评估 评估他的状况 然后看看他现在需要 介入的资源是什么 又可能不一定是医师 可能是营养师 或者是物理治疗师相关的专业 几乎是依照病患需求客制化 每次医师出诊后再回到诊所 替病人挂号开处方前 有时候我没有去看他 就是时间到了他告诉我 我医师我要拿药 我没有看到我就没有 我没有去家里 我就没有申报这个费用 医师出诊就能申请 由健保支出的访试费 1553元 不过要一般医生牺牲门诊 加上车程时间 一来一往 可能少看了几十个病人 又会有多少医师愿意投入 在宅医疗 我们的吉付其实有一些问题 然后个管费 你知道一年是多少钱吗 一年600块 600块 现在很多都是做工的 卫福部推出居家医疗 照护整合计划 制度学习日本 结合居家医疗安宁疗户 虽然利益良善 却对医师诱因不大 而台湾在家医疗还在萌芽 对于愿意走出白色巨塔 深入各个社会角落的医师 把小爱化成大爱 考成热诚 服务更多病患 走在前面当然会比较辛苦 不过其实 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开始 然后只要越过那个困难 台湾又可以有开展它的 不同的视野这样 这次是一个人的 对于愿意走出资产的 看人家的观看 对于愿意走出资产的 对于愿意走出资产的